投篮三不沾 防守各种漏人 攻防都被全面压制 整个下半场仅仅得到20分 你能想象这是世界亚军中国女篮的表现吗 对手不是强大的美国 也不是法国和澳大利亚 而是二线水平的塞尔维亚 首战西败西班牙 本以为女篮姑娘们找回状态 能够触敌反弹 没想到热身赛谁都可以输 原来是实力使然 除了开局阶段 王思宇的突破和三分 整场的表现可以说一无是处 场上没有战术可言 唯一的强点李月如五分中接不到球 含蓄飘在外线各种三分打铁 李梦直到最后一截才有运动战得分 防守端则是各种漏人 让对手各种轻松顺下 塞尔维亚只是世界第十的二流球队 中国女篮两年前刚刚获得世界亚军 虽然实力有所下滑 但不该致辞 全场比赛突出一个乏力 也没有人严重犯错 但就是没人能打开局面 这也是目前国内足球 篮球同质化的问题 只有李月如拥有杀伤力 但其他人水平相对都在退步 世界各国水平却都在进步 如果不能走出舒适圈锻炼自己 这绝对不会是中国女篮最后一场惨败 不进步就是巨大的退步 男篮和男足进军世界大赛越来越渺茫 女足和女篮的路又该如何去走